太后在问起皇上时梅庄不说话了 如果皇上是在哪个宫里寻欢作乐 梅庄不说很正常 妈妈生病儿子不来看只知道享乐 那梅庄是不该说 以免她有伤心 可从朱熹的话中可知 皇上此时在处理公务 那皇上办正事呢 梅庄有啥不好开口的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梅庄也知道 太后和龙科多的这点事 认为太后生病是因为龙科多的死 那此时再提起龙科多 梅庄担心太后会更伤心 因此闭口不谈 好 好 皇帝要当个好皇帝 爱家应该高兴 所以爱家也不能怪皇帝不来请安 愿是爱家病得不对 太后听到这话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呢 若只是因为龙科多 那龙科多都死了有些日子了 皇上也没说给龙科多曝尸荒野 太后难受什么呢 难道说一提这名字 太后就受不了了吗 当然不是的 太后更在意的是皇上的态度 在意的是那句清除其党羽 太后本以为自己亲手料理了龙科多 就可以消除他们母子间的隔阂了 正如太后说的 只有你死了 我的儿子才能放心 太后清楚 皇上想杀龙科多的心意无法改变 既然如此 太后便想把杀龙科多这件事 对皇上的负面影响压到最低 若皇上能因龙科多的死消气 事后择其手 宽其从 还能尽可能地维护住自己的风平 可皇上却在龙科多死后 大力倾搅其党羽 可见皇上没消气 母子关系没缓和不说 皇上大刀阔斧 清除其党羽的行为 无疑更是坐实了 皇上过河拆桥的说法 所以太后难过 我为你考虑了这么多 你却没半点领会我的苦心 到底是儿子大了 倒显得我都管闲事了 太后 您怎么说这样伤心的话 哀家不是伤心 哀家是替皇帝高兴 我们来分析一下太后的意思 客观角度来说 龙科多有罪 皇上没有顾惜所谓的亲戚关系严惩了他 还把所有和他有关的罪臣都料理了 皇上做得没错 是个不寻思妄法 公正的好皇帝 可太后想的是什么呢 法理上龙科多有罪 可皇上用这种方式处置他 就伤了太后的心 伤了夏儿人皇后的心 伤了朝中老臣的心 皇上明明有更妥善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却因为心魔让自己受到了影响 太后不想让皇上在这件事上做错 可皇上就是一意孤行 私心使然 看似做了正确的事 太后不同意 但在客观方面也不能说皇上有错 所以太后会含着泪说高兴 我的儿子不顾惜自己 不顾惜亲情 只为秉公执法 确实是个值得百姓称赞的好皇帝 我是该替他高兴了 这就像什么呢 小A这个城管把他三舅的摊掀了 毫不留情 于公 小A他妈妈挑不出小A的错 于思 小A他妈妈也是真的不想让他这么干